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欢子 我们现在正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 来环顾一圈给大家看一下三亚湾的一个全景的情况 朋友们 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好 最高温度是27度 最低温度是16度的呀 现在呢是下午的4点32分朋友们 2020年的12月19号 我们现在正在三亚湾的海边 看大海上的波光淋淋的这种状态 这个视频呢我们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在三亚的三亚湾四大旅游度假海湾之一 在这里呢 它的一个游客量的情况朋友们 旅游的这个人多不多 包括大家在外边玩耍的时候 都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小姐姐在拍照 我们往前面去看一下 那边呢是有在拉网捕鱼的朋友们 我们过去看一下捕鱼的这种打鱼情况 另外呢再看看能不能随机做一下采访 找一下在这边过冬养老的这种北方的老年朋友们 去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采访 聊一些到这边来旅游的养老的过冬的这种真实的感受 我们大致先看一下前边的一个客流上的情况朋友们 我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全是人是吧 我们快速的往前面去走一下看看朋友们 前面呢就是他们这种拉网捕鱼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朋友们 他这个上面呢 这个网是非常的长啊 看看 一直到这边 然后游客呢是非常的多 看他这边正在拉网 我们过来来看一下 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也是每天都有拉网 甚至到疫情发生前的那几天呢 还是有很多在这围观看拉网的 这个拉网呢 朋友们 他是游客呢 也可以报名参与 就是全民拉网 大伙分鱼 好像是这样 那在海南三亚的海棠湾呢 患者也参与过有一次 但是呢 那次没有分鱼是吧 那是去年的时候 患者做直播的时候 体验了一下 这个拉网呢 也是个技术活 技巧性很强 要不然你就用不好力 很累劲 很费劲很累人的 看他这种的话都是 把那个绳呢 前面是活扣 不是死扣 他有一个石头 搭在那个网上之后呢 另一头呢 是跨在那个腰上 就这样 然后喊着哨子是吧 嘿哟 具体怎么喊的 咱也不是太清楚 就这样拉的 前面这个网啊 好像更大一些 这边的人更多一些 我们先拉下镜头 看一下朋友们 看看这个 这个人的密集程度啊 不得了 拉网捕鱼 现在呢 是冬季 冬季的话 潮水退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呢 现在水浅 鱼呢 相对于 夏天来讲 更好捞一点 更好捕一些 但是呢 三样丸捞出来的这个鱼啊 它的这个 个头不是太大 看这边还有 小孩子在水里边玩的 看这几个小朋友 现在的水温呢 朋友们 不是太高 但是呢 也不是说很凉 不能下水的那种状态 看来小朋友都在非常快活的玩耍 看看那游客量 千万不要说三亚没有人来了 朋友们 当然呢 欢得这样说了之后 肯定会有网友说 那是因为今年国外出不去 国外出去的话 很多人都不会来三亚的 那不管怎么说 今年三亚的人肯定是很多的 这点是确定无疑了 朋友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 那个远处的位置呢 这几个大楼 就是三亚的凤凰岛 人工吹田起来的一个人工岛屿 一共分为两期 一期和二期 现在呢 是一期上边的这几座大楼 凤凰岛 也算是三亚的地标之一吧 二期工程的话 现在由于对海洋生态的一个保护和恢复吧 要核准二期要拆除了 现在呢 只剩下一期这样的一个工程 另外呢 再给大家去说一下 大家看到画面当中 这几个黑色的 一二三四五 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是吧 往这边还有几个 这一共是八根 八根那种黑黑的柱子 经常在三亚湾这边玩的朋友们 或者说是一些有这个历史知识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个呢 是当年日军侵略海南之后呢 从三亚湾登陆之后 占领了三亚湾这些地方 把这个三亚湾这一带的居民呢 全部给 清理搬迁到 路回头 也就是南边海路那边 就是 这边呢 全部征用了 在三亚湾的这个 燕梦长廊里边呢 现在还保留着 有那个 那些年代 修建的那个 军事碉堡 就是有射击口啊 有这个 人工通道啊 就是这种 那种碉堡 军事用途的碉堡 现在呢 还保留有 那我们来给大家去说一下 在海里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是 日军在三亚湾这个海上啊 修建的有这个 军用机场 军用机场的话 它这个是 从岸上呢 修建的这种海上连桥 海上连桥的话 这是桥的那个柱子 桥的那个柱子 到现在呢 是残留下来的 一直没有把它 全部给清理掉 那之前呢 欢子也拍摄过 这样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去介绍 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呢 也欢迎大家 有更了解 这段历史的朋友们 在视频的下方 给大家进行一下 讲解和普及 让更多的 网友朋友们 了解这段历史是吧 现在 三亚湾呢 成了这个 国内外游客 到这边来旅游观光 玩耍的一个 重要的地方之一了 我们再去前面走走 找找看一下 能不能随机 找这个 到这边来 过冬养老的这些 老年朋友们 去采访一下 这边有 一对老夫妇 有叔叔阿姨是吧 可能我得叫爷爷奶奶了 我们过去跟他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行 来大概交流一下 看看可以不 叔叔阿姨 你们好 在这坐着 海风吹着不凉吗 不凉啊 现在三亚那边 是降温幅度比较大 像你们 就是到海边来玩的话 要穿多一点 不然容易 吹着凉子 对 不要紧 穿衣服多一点 现在海风吹着 也是有点凉子 对 叔叔阿姨 就是我呢 现在是 做一个节目 关于旅游 到这个三亚那边 还有旅居过冬的 然后呢 我说过来 给你们聊聊天 了解一下 就是你们是不是 每年都到三亚那边 来过冬呢 是 每年都来是吧 那今年是第几年了呀 三年了 在这边是自己租房的 还是说有房啊 自己 自己有房住 啊 就在这 是吧 在这边过冬呢 就是 叔叔阿姨 您是 就是老家是哪里呀 冷洁 山西的 山西的 哎呀 山西那边是冬天 也是冷的 很呀 因为 有很多这个网友们 看我的节目 说是在那边 冬天下雪 也是下的挺大的 到这边过 联系过冬三年了 都感觉怎么样 就是 呃 这个温度呀 气候啊 吃啊 住啊 玩啊 等等 都可以是吧 那自己做饭吃是吧 叔叔 自己做点吃 那 山西那边呢 有很多网友说 物价比较高 您觉得这边 物价怎么样啊 就是高了 就是高是吧 哈哈哈 因为我们山西 高得多了 啊 高一倍 高一倍是吧 叔叔您 冒昧问一下 您今年 这个高瘦啊 我今天 已经八十了 啊 已经八十了呀 哈哈 看着还 很年轻了嘛 哈哈 年轻了嘛 啊 我要花一些 就是困困 啊 哈哈 那连续三年到这边 就是 每年什么时候过来呀 十月份 十月份 那住到什么时候呢 过年 过大年就回去了 啊 过完年就回去了 那过完年 山西那边还比较冷的呀 啊 早点 不要急 这年 哈哈 山西那边也有暖气吧 那个冬天 有暖气 过暖到什么时候 叔叔 冬天到 四月一号 啊 那过完年 你像今年过年是二月 二月份 那过完年差不多二月底 二月底要回去 那不是还冷吗 都 啊 是有的 今儿有暖气了 再加热 啊 有暖气还好一点 是吧 哈哈 哈哈 行行行 打扰你了 叔叔 哈哈 哎 谢谢 谢谢啊 哈哈 刚才呢 就是 按道理来讲 是得叫他们爷爷奶奶了 是吧 就是八十岁了 我爷爷要是在的话 也是八十 四岁 八十五岁这样 然后 但是在外边是吧 一般上来讲 咱们说 按江湖规矩 就这样叫吧 呃 刚才呢 跟他们聊了一下 他们是山西过来的 已经连续三年到这边来 过冬了 朋友们 过冬的话 他们自己有房是吧 他那个老爷子说 然后自己做饭 呃 我也问他呢 说是这边的这个物价比较高 其实 说实话 朋友们 冬天的这个物价呢 确实是 要比夏天 就是本地 呃 山亚物价本地对比 就是冬天和夏天对比的 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 冬天要比夏天高 呃 这个 说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这样甚至 呃 当然不同的方面的 他这个贵的价格不一样 比如说你要租房的话 他这个租房的价位 冬天 呃 这一个冬天的租价 要比夏天 呃 甚至说是 呃 非旺季的这个整个季节里边的 租价要高得多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规律 朋友们 呃 有很多网友让欢的给大家介绍租房的 那现在呢 是想要说物美价廉 靠这种海边 下楼都到海边的这种 呃 房子 尤其是说在小区里边 一房的话 你要是租房 呃 有的朋友说 那两三千租租这个一个月 可以吗 呃 早点的时候可能可以 现在的话都搞不定了 朋友们 好了 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我是欢子 欢迎大家收看欢子的其他视频 大家帮欢子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视频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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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